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一辆休旅车行驶在国道 没想到突然间被后方车辆追撞 实现整辆车失控向前暴冲 下一秒又撞上前方的黑色轿车 强大撞击力道也导致车辆差点侧翻 车壳碎片更瞬间喷飞 休旅车先是反弹后停在中线车道 而黑色轿车则是转了90度横躺在路中央 场面相当惊险 事发就来国道一号新装路段 当时一辆轿车因为失控酿成三车连环状 更一度造成交通受阻 索性没有传出人员重大伤亡 警方获报后也立刻赶往现场处理 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都得进一步厘清